全红蝉陈玉希夺得福岗世界游泳锦标赛双人十米台冠军 福岗世界游泳锦标赛双人十米台在激烈的竞争中落下帷幕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包揽金牌已成定局 下面看点是女子担任十米台陈玉希和全红蝉的对决 全红蝉和陈玉希将上演龙争虎斗 中国选手全红蝉和陈玉希携手出战双人十米台项目 在紧张而激动人心的比赛中力压群雄 最终成功赌得冠军 全红蝉与陈玉希的出色表现不仅展现了中国跳水队的实力 更彰显了他们自身的勇气与才华 这场比赛对于全红蝉和陈玉希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作为跳水项目的精英选手 他们早已在国内外比赛中展现过自己的实力 然而福岗世界游泳锦标赛的舞台 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高的要求 尽管面临压力和困难 全红蝉和陈玉希展现了出色的心态和专业素养 以稳定的发挥取得了胜利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默契配合是他们夺冠的关键之处 在双人十米台项目中 完美的协作与默契的配合非常重要 两位选手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和默契的配合 成功地将难度系数较高的动作运作的游刃有余 他们每一次跳水都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而美妙 将观众们带入了一个跳水的艺术世界 全红蝉和陈玉希在比赛中展现出的稳定性令人赞叹 无论是在预赛还是决赛阶段 他们都能够保持出色的状态 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和自信 给了观众们和评委们深刻的印象 这种稳定的表现是他们长期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 这次胜利不仅属于全红蝉和陈玉希 也属于中国跳水队和中国体育 中国跳水队一直以来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夺冠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胜利将进一步激励中国跳水队的队员们 为国家争光 为中国体育增光天才 最后我们要向全红蝉和陈玉希表示由衷的祝贺 你们的努力和奋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勇敢 坚韧和富有激情的形象 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 为中国跳水队创造更多辉煌的成绩 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为国家争光 相信你们的未来将更加灿烂